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7月27日 星期四 來到上午的第一節先和各位網友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消息 據報昨晚屯門很論盡 說屯門有多棟樓都停電 甚至連停電附近的交通燈也失靈 很多街坊是相當熱要下平台乘涼 現場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講講 順便問問屯門區的街坊朋友 另邊商也講講各大消息 在網上討論得很熱烈 話說Youtube頻道微辣的前經理人阿貞 近日經傳死訊 千字民控訴微辣的頻道 令到他受攻擊 整件事是怎樣的 有來自01的報導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邊商也講講 話說港鐵九龍灣車廠 又出現這個甩車門的事件 據報有工人受傷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 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新屯門中心多座停電 附近的交通燈亦都失靈 街坊落平台 透露地說 波動機留言提到 26號的夜晚 即昨晚11點多 龍門路新屯門中心有多座的住宅大廈 突然停電 屋苑的附近交通燈都失靈 據了解新屯門中心的三座大廈 是停電 經搶修過後 當時就已經在稍後時間 回復供電 據報屋苑之內的 12389座大廈都停電 由於天氣悶熱的部分街坊 要走到樓下的平台 休息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拍攝短片的時間 討論屯門的新屯門中心有多座樓 都停電 很多街坊都頂不住 家裡太熱 結果要下平台休息 至於為何有這麼大範圍的停電 還要有待了解 基本上試過有元朗 也試過有港島區 今次就到屯門 另外亦都說到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威爾斯親王醫院 驗眼的桌子突然斷裂 病人手腳輕傷 出現紅印 即時停用那個批斥的治療桌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了 威爾斯親王醫院發生行見事故 日前7月26日 該院的眼科中心一名職員 為病人進行眼額檢查期間 檢查治療桌突然之間的桌面斷裂 職員和病人 即時嘗試扶穩眼額檢查儀器 疑似手部和腳部受到碰撞 出現輕微的紅印 經檢查過後沒有大礙 醫院已經即時停用該批斥的檢查治療桌 威爾斯親王醫院發言人在深夜 周三日深夜發稿 主動公佈這次事故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都挺牙煙的 據報那張桌子應該是檢查眼額的 不知道當時為何突然之間的桌面會裂開 職員和病人即時本能反映 幫手扶著那個眼額檢查儀器 結果弄傷手和腳 出現紅印 據報醫院深夜發稿講述這件事 暫時未知原因 亦已經即時停用那批次的治療桌 另外亦都講講這單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港鐵九龍灣車廠 測試期間脫車門 兩名工人受傷送軟 報導的難民提到了 港鐵九龍灣車廠在昨天發生意外 下午四點多 警方接報兩名男工人 進行車門測試期間 車門突然脫落 兩名工人受傷 29歲的男工人傷勢較輕 只是擦傷了膝頭 另外有一位38歲的男工人 腰部受傷 腳部骨折 救護員到場 將兩人送往聯合醫院治理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港鐵又脫車門 不過今次在測試期間 大家記得 其實去年 沒有記錯 都試過脫車門 當時是一輛 行駛中的列車 今次測試期間又脫車門 未知原因 仍然有待調查當中 另外亦都轉看這一單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美娜前經理人阿貞 抑鬱經爆死訊 千字文 控訴美娜 即各個的Youtube頻道 令到他受攻擊 報導的內文提到 Youtube頻道美娜前經理人阿貞 近日在社交平台 否白受抑鬱等等 情緒病 纏繞四年 昨天更加自爆 吃了兩排安眠藥 雖然他一度向記者報平安 但昨晚就經傳他已經過世的消息 其後美娜的Youtube頻道 也發出聲明 證實有前員工離世 話說阿貞在2021年 在美娜離職 雙方不歡而散 他也曾經說過 自己遭到舊愛 兼美娜藝人家聰 強迫墮胎 不過消息 遭到家聰否認 近日 阿貞突然間貼長文 自揭受抑鬱 折磨四年 日前7月25日 凌晨貼上兩排安眠藥 除了表示自己曾經遭到恐嚇之外 更加寫下疑似的遺言 就說 明天會不會醒 不知道 希望我可以一直睡到底 亦都說 我要走了 帶著決心 彩虹 橋上見霸 日前 7月25日 13時多 阿貞曾經向HK01的記者報平安 他說 你好 現在沒事 自7月26日早上11時多 記者也曾經再度收到阿貞的短訊 不過昨天下午 他發佈了預設了時間的 簽字告別post 再提到墮胎一事 就說 抑鬱症對我來說太難受了 基本上每天都是黑暗當中沉淪 從不要小朋友開始 我就被這個病前上 活著對我來說 囊配不堪 阿貞又控訴微難 身為一個channel的老闆要滅星等等 由於阿貞 離職過後曾經說 六毫子哭著要留著他 六毫子是相關的頻道的一個藝人 而卡特 六毫子等人就連環貼喊上 被指嘲諷阿貞吹水 阿貞不但在長文當中澄清 自己從來沒有搶工作 更加表示 那時候老闆哭著叫我留下 是真的 你們覺得好玩好笑的一些近況 是令我 承受了很多憎恨者的攻擊 雖然這些都只是網上的說話 但就令到我的人生 那麼難走下去 或者有時候你們會覺得 好玩就打一句說話出來 但你們不知道有些說話 是我落陀最後的一根稻草 身為一個channel的老闆要滅星 就是打過來說 想劇本和歌 威脅我轉移大眾的風向 這個難道是有初心有夢想的平台 要做的事嗎 以上折路於HQ01的報導 相關記者曾經在昨晚 以短訊聯絡壓禁 不過一直都是單聽 未獲回覆 到晚上時份 微辣的Youtube頻道發佈聲明 證實了他的公司 在昨天傍晚 有前員工不幸離世 以上來自HQ01的報導 相關這件事 震撼了網絡界 在網絡討論區 繼續熱傳當中 亦有很多不同的網民 有不同的意見 但至少最新的情況就是 相關的前經理人 阿貞經傳他的死訊 據報昨晚的綜合回應 看來他的死訊是真 而他是死前寫了一篇簽字文 控訴相關的Youtube頻道 不過事件會不會有更多資料呢 相關的頻道又會怎樣作出更加詳細的回應呢 各界看來在今天都會追問 另外亦都說說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啟德地盤保安 疑似亂過馬路 的士收制不及撞到他 報導幾久就看到 昨晚晚上7點多 有報的士 原來這個啟德 啟成道往九龍灣方向行駛 當行至這個 變電站對開的時間 有個男人達然之間 橫越馬路 的士收制不及 將他撞低了 並失控產上路中心的花槽 講救援到場的時間 將男子送往伊利莎白醫院救治 男子其後回復意識 事件當中的的士擋風玻璃碎裂 意外原因仍待調查 消息說過路男子 是附近地盤的保安員 意外現場未見有行人過路處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說那個保安員 疑似亂過馬路被的士撞到 幸好送院的時間 回復意識 據報那個位置 並沒有行人過路處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 支持礦仔的老友機 繼續和各位緊貼各大 網絡的資訊 Youtube 微辣的事件 亦都是網絡討論區 現證 熱烈討論的情況 說壓徵的離世 令人惋惜 究竟微辣稍後會不會有 更加詳盡的回應 還要有待事件發展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